主教团4月18日傍晚在台北总教区总主教公署为嘉安道总主教举办欢送会 全台七大教区总主教和主教国内天主教会重要推手 全国传协重要成员以及大使馆和主教团员工都参与了这项聚会 场面不舍而温馨 菲律宾籍的嘉安道总主教在教庭外交领域服务超过20年 2019年7月获教宗卷选派遣到我国教庭大使馆服务 他精通英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是学养丰富的外交人员对宗教和文化深根不坠 在台服务期间不但利促中安住总主教担任台北总教区总主教 更拔担李若旺普英雄分别 掌理台南和嘉义教区 同时在李若旺主教因健康关系不得不请辞时 嘉总主教也特别予以成全 对拉近我天主教会和教庭的紧密不予一律 嘉总主教同时在我国期间也积极推动相遇文化 与各宗教团体极为熟练、友好、经常出席各宗教会议 从外交关系来说 他协助了陈建仁弟兄 也是前副总统 以特使身份 特别前往范提冈参加纽曼书记五人的丰盛典礼 在疫情期间更多次协助我国将多项医疗物资 援助了欧洲、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家 让台湾的防疫作为受到国际的肯定 并和国际接轨站在协助各国抗疫的第一线 今年的2月11号 路德圣母纪念日 热爱圣母的加安道总主教 特别在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 塔格莱书记 亲自菲律宾马尼达总教区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 为加总主教举行进幕大典 对加总主教来说 是前往卢安达的最佳礼物 我们送给加总主教 希望他去的地方能够有金钱的资助 还有记得台湾的美好 在主教团欢送会上 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特别制资红包以及茶叶 希望加总主教记得台湾 他表示加总主教在默默当中 给予台湾天主教会最大的协助 而加总主教在致谢时表示 所以谢谢你们 谢谢主教们 每天你们都接受天主给你们的招教 耶稣对你们的招教 你们都接受 以及回应教宗对教会的那些的呼吁 替教宗照顾地方教会 记得你们是代替教宗照顾地方教会 所以我想请求在座的人 请支持你们的主教 我知道我们天主教徒 在台湾的人数是很少的 可是我希望他们品质是很好的 这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地方 很好的培训 很好的基督信徒的见证 因为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见证 是触动人家的心 所以现在我要向台湾告别了 圣经有句话说 你的心在哪里 你的财富也在哪里 可是我在台湾找到我的财富 是一个小小的教会 可是有很可爱的那些教友 所以我的心会留在这里 请为我祈祷正如正宗主教 在圣州四早上 那个主圣圣由弥撒所说的 我们要成为传教员 我离开非洲二十年 现在二十年之后 我要回到非洲传教了 我二十年前我在桑比亚 现在我去罗安达 可是就是那个宗主教常常说的 是的 我愿意 我真的希望你们也是 要跟我一起讲我愿意 跟教会的传教使命说 我愿意 聚会中另外一个令人惊呼的亮点 是以家总主教的墓灰做成的蛋糕 当主教团员工推出时 满脸惊喜的家总主教 不知如何用刀切开 宴席总有算取的时候 家总主教请记住 你的朋友在台湾 等会一下 sold 优优独播剧场工作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